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潘暢龍早上的紅綠燈節目 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歡迎大家 聽完聲就知道了,星期六很特別,很快速,大約在五點六點左右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很病,不斷流鼻水,喉嚨開始有點發炎 很急速,在下午都不覺得,整個星期六早上到下午都不覺得 到了黃昏五六點開始的感覺,因為跟家裡燒東西吃,所以繼續燒東西吃 然後星期日期間好像好一點,因為坐在爐邊暖一點 然後回家,其實應該是出門之前,已經吃了日本的感冒藥 然後回家再吃,星期日又特別,感覺就沒有了事 好像完全退卻了,不過聲音就變了,聲音到現在還沒好 所以今天的聲音就難聽一點,所以有一點說話辛苦了 所以今天的話題短一點,今天講兩個話題 例如說鄭裕彤的大兒子,鄭家純 鄭家純出來開TV,他自家電視台裡面 是接受了一個李遵的專訪 這個專訪很特別,為什麼突然間會有專訪出呢? 那的話題自然是有些重要性 新世界近期是在一個債務上被糾纏的 這個債務主要原因,簡單說 就是新世界的債務水平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景點 這個高的景點甚至對新世界有危機 因為新世界除了這個債務之外 在會計制度上不當是債務的一個永續債券 都有四百多億港元 雖然他說了一千億元的現金 但如果減回那四百多五百億的永續債券 他只剩下五百億元的現金 對於新世界來說,尤其是在現在的高息環境下 其實這盤生意的確有一些危險 所以新世界開始有一些醫治工作 也是新世界十幾年來第二次這樣做 第一次是之前 這次淳官出來的目的是什麼? 似乎他為自己在第一次債務情況平反 因為當時剛剛在大家而認為是鄭裕彤交給淳官 交給鄭家純的時候 因為鄭家純是過度擴張一間公司 而導致沒有辦法盈利回來 簡單來說沒有辦法還錢 所以成為債務危險 當時大家是這麼想的 這次鄭家純是想為自己澄清 當時的投資決定 仍然是鄭裕彤負責 即是說他當時吃了死貓 但這次還有什麼要說呢? 我個人認為是對於鄭裕彤 是由鄭裕彤 即是彤叔 去隔一代 是陰典的接班人 是前程有關的 因為跟大家詳細談一談這件事 也會講一講有關藍白俠 即是說 柯文哲和後友宜的藍白俠 這個進展 進展可以這麼說 馬英九是否在管理上 在進程管理上出現很嚴重的失誤 15日才決定 即是上星期三決定 去簽署一個六點的聲明 六點聲明當中 其實柯文哲當時 是算是挺喪權的 因為他把所有的一個 系統計學的誤差 全部在誤差之內 都讓給侯友宜 結果出來了 或者不要說結果出來了 在簽了六點聲明之後 在黨內引起非常大的反抗 非常大的反感 認為這樣做 基本上是簽署自己輸一樣 結果在星期三 到星期六 這三天之內 出現了很反覆的情況 甚至有傳出來 柯文哲不接電話 甚至馬英九的電話都不接 這在馬英九的事件 管理上 又顯示了馬英九的特色 所以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是有一個特色的 是出現了 執政的時候 是出現了 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 與兩岸比較穩定 與美國也比較穩定的關係 但是對於實際事務的處理 馬英九就不像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這次對於藍白俠 馬英九一樣 表現得鬆鬆散散 雖然已經簽署文件 只是三天進程中 都管理不好 導致星期六 沒有辦法公佈 究竟是柯侯佩 還是侯佩 好了 柯文哲更加公開 偉開記者招待會 雖然他沒有推翻 他完全沒有拉到藍白俠 但是似乎在扭計 是換取更加多的東西回來 在將來有機會執政而成立的聯合政府 是換取更加多的東西回來 去第一滿足黨內意見 第二趁這個機會 是拿最多的 我稍後跟大家再詳細看看 究竟是柯雲哲和後友兒之間的藍白俠 究竟中間有什麼爭拗 現在處境究竟是怎樣 接著估計將來會怎樣 待會跟大家聊聊 首先講一講天氣 天氣開始回暖 天文台說這次的凍結結束了 昨天下午當我出去買東西買鬆的時候 感覺還是暖了一點 感覺是暖了 沒有之前星期六或星期五那麼冷 天氣在這裡回暖 不過到了今天的週末 氣溫又會從二十多度跌回到二十度 不過也還有二十度 未穿二十度 我們也冷了一次 也不會覺得太冷 今天詳細講講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講講鄭家純 鄭家純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出來跟大家在公眾面前見面 所以鄭家純在自家電視台開電視台 接受一個專訪 是接受李俊的專訪 是自然成為大家的焦點 焦點就是第一個 當然要想為什麼 淳官突然間會出來 淳官好像感覺到 在進鋒之後 他已經沒有什麼理會的世事 也沒有什麼跟公眾見面 在這個情況下大家自然認為 新世界集團是由鄭志剛去領導 而鄭志剛的身份傳出來 鄭志剛跟其他的領導人 比如鄭家純 或者鄭月彤是不同的 鄭志剛是有自己的一些宣傳機器的 他們這麼多個香港富豪當中 是幾乎是唯一一個 是養著一大群宣傳機器的人 很多的財經界的KOL 都是他們的手下 包括寫報紙文章 包括在YouTube上見面 寫一個股市的 寫一個專題文章 或者在YouTube上 都是他們的人 挺明顯的 那些人當中 如果你有時看到 在他們的住女行間 都會故意賺一賺 鄭志剛 給我的印象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他們很喜歡扭曲事實 很喜歡一整堆 一起把一個 一個有錢人 他有自己的團隊 他喜歡享受自己團隊的讚美 喜歡自己團隊 幫他宣傳一些他的訊息 這是無可口非的 因為他始終是有錢人 對於他來說 他部分的錢 是用來購買 他在輿論上的地位 或輿論上的good real 一個印象 一個好的印象 這個也無可口非 對於整個overall的picture 大家大概可以看到 一個特別的 我的看法 就是很難說 公眾對於新世界第三代 接班人鄭志剛 是有誤解的 因為鄭志剛本身 帶著一群KOL而來的 如果當中有誤解的 當中有錯誤的話 他這群KOL 是自然會接受 現在鄭志剛身邊 其中一個最紅的director 就是Fiona的指示 去澄清 扭轉這個說法 即是說 如果坊間對於新世界鄭志剛 出現誤解 或者出現一些 完全錯誤的理解 包括他是第三代領導人 或者為什麼會成為第三代領導人 自然在坊間 或者自然在KOL界 就會有來自他的一些澄清 他不需要老土到自己走出去澄清 那幫KOL自然就會找方法 扭轉這個說法 好了 而因為沒有扭轉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基本上是成立的 要看來是事實 就說鄭育彤 是覺得鄭家純 可能是有些 學玩樂上的不足 很可能是有這個原因 所以他不願意 將自己的牌 將家族的管理牌 交給鄭家純 雖然鄭育彤也中過風 所以他也需要放下工作 不過有傳聞 鄭育彤是將新世界集團 隔代 將他轉給鄭志剛去領導 鄭志剛領導新世界 其實是一段時間的 尤其是鄭家純出現中風之後 少要和大家見面 大家自然看到 也感覺到 鄭家純一直在領導新世界集團 在鄭家純領導新世界集團 抱歉 等一下 我正在直播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Whatsapp 你直接給我Whatsapp 我寫給我 請你 好 然後有個同事打來 不知道是不是急事 我叫他給我Whatsapp 如果是接班人的話 這個說法 如果是錯誤 自然會坊間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澄清 但我們聽不到澄清 而鄭家純事實上 也沒有什麼地方出來 和大家見面 好了 到開TV 突然間訪問鄭家純 播出了第45分鐘他的專訪 內容當然很充苦 說了45分鐘一定有很多內容 不過內容基本上只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就是鄭家純為自己平反 他認為新世界在上一次 不是這一次 在十多年前那一次 是出現了一個在債務上的危機 導致需要變賣資產 去令自己脫困這個情況 是由鄭家純搞出來的 當時原因是鄭家純上台的時候 後大起工 是進行了很多投資 結果那些投資 結果換不到一些業績 也換不到一些盈利 結果這些沒有盈利和沒有業績的投資 就形成了新世界的債務負擔 結果十多年前 新世界已經出現了一次債務上危機了 當然一個大的集團 也有周大福企業的家族基金 去承擔住 結果也是解決了 當時傳出來 曾經說鄭家純 在接了這個棒之後 結果搞出來了 是要鄭如同重新出關 去搞定債務危機 但是鄭家純這次訪問的意思是 根本一直當時 是所有做的商業決策和決定 都是由鄭如同做決定的 所以新世界當時出現的處境 並不是他造成的 而是鄭如同的決策之下的結果 這個當然包括市場的因素 包括當時環境因素 所以他第一個是為自己洗清了 自己是管理不善 或是讓公司出現債務問題的一個基礎 第二個就比較特別 第二個就是 其訊息似乎很清晰 但不是直接的 他的意思是 未出現了是新世界接班人 他就說自己現在仍然是在家裡工作 是會叫同事上來家裡開會 是自己仍然是會就新世界的重要決定 是作出決策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可以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大家以為鄭志剛已經是 新世界的第三代接班人這個事實 是出現了變化 鄭如同告訴大家 現在新世界的第三代接班人 是還未出現的 究竟是誰呢 究竟有什麼標準呢 他有說到 第一個 他就說要財德兼備 這個人除了要本身 駕馭得住公司的一盤生意之外 可以承繼公司的一盤生意 繼續去營運之外 他還要是有德行的 是要很好的品德標準 他這樣說 就是財德兼備 會不會其實就是在拍攝 他認為現在鄭志剛 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呢 這是很大的問號 鄭志剛又沒有什麼 行差答錯的 尤其是在林鄭月娥做特首期間 鄭志剛很明顯很成功 他已經進入到林鄭月娥的圈子 也可以這樣說 是入心入肺 是令到鄭志剛 可以在林鄭月娥的一些政策上得益 數一數 例如 鄭志剛在林鄭月娥期間 搶了長沙環的 晴臨街地王的 價錢也很高地搶 就是說 他完全看好 林鄭月娥的管治之下 香港的樓市 當然 一般的人 包括當時投地之前和之後 都是大跌眼鏡的 大跌眼鏡不是說 是新世界贏 而是說新世界傻 當時大家都認為 新世界用這麼高價錢去投地 是完全不掌握市場的 資訊 也不掌握市場的實際情況 當時的香港 已經在甲級 和超甲級 甲級 和月級的寫自由供應 已經出現過剩的警號 在甲級和超甲級 已經很明顯是過剩 月級也是很大量地供應 就算你說 就是因為甲級和超甲級 出現了可能過剩 又或者甚至乎 是出現價格下跌 但是可能鄭志剛認為 是市場會出現調整 那個香港的經濟會出現狀況 是因為這樣 所以租開甲級 或者超甲級的公司 是無可避免地 會向下 而價格至於挺便宜 包裝到港城是甲級的寫字樓 事實上在荔枝角度88號 也有一個差不多的發展 這一個很奇怪的 奇怪得很重要的 就是明顯地 他看錯了 當其中的寫字樓 其實就在齊林街之前 我在後面看了 可以看到齊林街完全不是 是鄭志剛心目中的甲級寫字樓的地段 簡單說齊林街 包括前面兩條街 都是全部向荔枝角呈教所單便去 然後全部都要轉右離開 所以在收工時間5點半到6點半期間 齊林街和之前的街都會大失車 根本就不可能 可以看成一個甲級寫字樓的地方 是當你收工的時候 正是離開同一個區 500米的駕車範圍 要塞你幾個字時間 這個根本沒有可能發生的 而事實上死證是解決不了的 因為那裡 是出回例子的懲教所 轉左之後 就要再去出回青山道 或者出回前面西哥輪的高速公路 基本上是死證來的 是因為燈位 因為交通條節 是不能改變的 就算你說燈位改善 改變 放多些綠燈也好 都不會出現很大改善 原因是因為出大路 即是出公路 本身都是失的 在這個地方 根本就不可能做甲級 但是鄭志剛的頭腦就認為那裡是甲級寫字樓 結果拖拖拉拉都拖延了一年多 即是說 故意拖慢了工程建設的時間 拖慢了一年多 之後也好 現在已經落成了 結果試盤好 在市場放盤試盤 都得不到一個很好的反應 租金也不高 事實上這個投資 基本上可以證明是失敗的投資 在另一方面 除了這個投資失敗之外 在跟林鄭月娥之間 反而看到她獲得一定程度上 林鄭月娥的讚許 或者回報 例如啟德體育城 林鄭月娥 是直接給了錢給一個 是成建商樂標的 即是做方案的時候和投標的時候 最後三個Tender 都是政府給錢的 然後中標者 是不用出錢的 是由政府出錢負責興建 不過當然 在合約上 已經就著 你設計和股價 已經包底了 結果又可以顯示一點 是鄭志剛做生意的能力 在一個這樣的一個 計劃裡面 200多億 興建一個啟德體育城 當中有商場 有酒店 亦都有體育館 一個開合式的體育館 在設計的初段 政府已經參與了 在三個競爭者當中 是政府已經參與 而且由政府給錢 理論上 去到政府選標的時候 都不是價低者得 而且你的股價 是應該已經非常掌握 一盤數可以這樣說 是比一般的工程 更加容易掌握 但結果它可以做到延誤 和做到超支 一個你對比起中國建築 去做一個差不多的項目 但那個是要價低者得 再搶標的 那個雖然是Walko Im 林鄭另一個老死 老契去做設計 但是那個就要公開投標 以及公開價低者得 在那個Tender裡面 中有建築價低者得 仍然可以準時起貨 完全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大家看得體育園 又出現了貪污情況 又出現了超支延誤 更加疑似曾經出現黑工 亦都出現過倒塌的情況 如果大家記得跟我Facebook 當時曾經有很大規模的 一個版帽 是倒塌的情況出現 可以看到 管理實際上 真是一般 好了 你看回林鄭雄 亦都在 她的K11 即是位於機場的K11 商場 亦都有優惠給她 第一 商場本身 特地北邊商業區 是屬於基管局 是屬於政府 政府首先 將她經過立法會 經過一個正常的程序 合法的程序 將她由政府手上 交到基管局手上 然後就說 美其明 就是基管局需要發展三跑 需要資金的 所以這個項目是會被基管局 靈活處理 發展基管局要發展的項目 結果基管局一落落的土地之後 一個屈尾十 將它 轉了給新世界 而且不多公佈 包括這個標是怎樣投的 究竟有多少將標參與 新世界出價多少 怎樣分紅提成 全部機管局都不公開 都不透明 大家只知道新世界的年報裏面說 新世界會出資200億元 發展的項目 當中可能有100億是建築費 即是說 地盤這個項目 可能新世界用100億 就已經投了一個那麼值錢 那麼大的地 理論上有那麼大的商場 在這個機場大樓的北邊 即是說連貫住 當中基管局又特意拆了T2 重建T2 希望令到更加多人流 可以離開 本身T1和T2之間的大型的行站 一接駁就接駁到商場 商場結果又出現 延二 延二 他也叫做開幕 但又不行 但林鄭月娥除了這樣 用平價 是一個 是輾轉張宅地 交到新世界手上的發展之外 他還在司令報告故意宣佈 就是 將本身北大嶼山公路的收費 都取消了 他被乾明說 為了東涌居民 但實際上就是為了這個 本身的商場 林鄭月娥當時的司令報告 正是答案的 會發展 機場和東涌之間的鐵路 即是說不只是機鐵 不只是東涌站 去到機場和匯展站 即是中心站 即是在Asia World Airport Expo 中間加上商場 或是民航署的總部 故意 蓋多一條鐵路 是令到商場 更加容易接受到東涌人 去玩 這個當然 都很擺明 就是鄭志剛看錯了 認為機場 過境旅客 將會很暢旺 過境旅客需要一個商場 給他們休息 以及給他們去慣 所以他就起了這個商場 結果計盤數出來 發現原來自己完全錯了 本身機管局 那盤旅客數字都錯了 再加上2019到2022年 包括這個社會事件 和包括COVID 令到這盤數字更加難 結果就要改為 吸引、超引香港本地人 成為本地人的商場 不再是做跨境旅客的一個免稅商場 好了 這些都可以看到 鄭志剛管理新世界的實質事件 包括擎臨街地王 包括機場北商業區的大型 K11商場 都可以看到 他比較管理不善 而且完全看錯市的事實 好了 你看回他私人的投資 這個就不是新世界的 是私人的 新世界都說是集體領導 可能鄭志剛還未成為接班人 所以不能夠拒絕鄭志剛的決定 鄭志剛個人 用了Artisan Acquisition 這個牌頭 去做的投資 究竟成不成功 香港最近給了一個位置 鄭志剛是家族辦公室的 財富承傳學院的院長 這個真是搞笑得不得了 財富承傳學院 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成功的接班人 是將自己家族盤生意 是很成功地承傳下來 所以就搞財富承傳學院 他做院長 某程度上 陳茂波系的人 對鄭志剛有一定程度上的 是肯定的 這個可以看成 鄭志剛在林鄭月娥時代 是可以這樣說 是最呼風喚雨的一個 是一個大家族 非常之能夠 左右 以及在林鄭月娥的執政當中 獲得甜頭 因為這樣 所以林鄭月娥留下的官員 自然跟鄭家鄭志剛 有一定的關係 有一定的友誼 所以 無論財政司司長 副司長黃偉倫當時發展局 扶了批地的局長 自然跟新世界鄭志剛 是一定程度上的友誼或者關係 在他們 在公在私之下 將鄭志剛看成一個成功的品牌 將鄭志剛擺成一個 財富承傳學院的一個 主持人 這個某程度上 好像看好正老 但實際上 是一些笑話 看一看鄭志剛個人 在財金上的 呼風喚雨的戰績 第一個是最近的 Day Day Code 是成功在美國上市 Day Day Code先搞 SPEC 在2021年已經搞SPEC 結果SPEC 當時鄭志剛 是很厲害的 認為香港 第一個SPEC是他搞的 覺得自己很有金融上的能力 結果失敗了 Day Day Code 沒有辦法利用SPEC 上市 當時他賴市況 和中英關係出現逆轉 所以很難 是一些 Day Day Code本身在上海註冊的 這些公司去到美國上市 結果他轉為 IPO形式上市 這個可以看到 他扔了真銀 是不可能 不經過上市 把錢撥回自己的袋子 即是說 他扔下去的錢是不少的 所以 他一定要經一次上市程序 撥回水 是把這個投資 包裝完之後 給投資者和公眾 由公眾拿回資金 讓他可以回籠 Day Day Code的結果 在18日上市 17日上市 18日交易 19日我們香港時間 看到他大跌了27% 這個可以看到 第一日上市就大跌 即是說 投資者基本上是看死 他根本就是借個學上市 撥水走 好了 我們看看另一個 是鄭浙江私人搞的投資 那個就是當時在疫情年代 對於基因 基因測試 是非常著眼的 這個時代 當時有一間 叫Panetic Panetic的公司 Panetic的公司 當時鄭浙江 收購了這間公司 結果是用SPEC形式 在美國成功追加公司 推上市 首先看一看 這間公司 雖然當時仍然是中美關係惡劣 但是因為他搞的就是基因研究 搞的就是基因和病理之間的關係 所以成功 在美國用SPEC形式上市 結果上市時候大概是10元左右 跌到現在多少錢呢 跌到現在剩下4.6元 是仍然大跌的 即是說 是指銷一年時間 也不是一年 2023年5月 到2023年11月 即是6個月半年時間 都已經將股價 從10元跌到現在剩下4.6 跌了一半 你可以看到 兩盤生意 兩盤都是看來有得做的生意 Day Day Code 在外國人眼中 它是一個是fast code 一個容易 簡單 但是因為科技技術 和發現 而造成一個fast code 這個fast code基本上可以是賣食譜 可以成為人家學習對象 亦可以賣相關的 是一個除訪食材的產品 理論上是一個不錯的機器 但是結果我們看到 原來2021和2022兩個財政年度 Day Day Code在大陸的發展 結果都需要大幅虧損 除了在網上做一些 是一些innovative的菜式 即是說 時間少但是做到很專業的菜式 他還在大陸開一些實體店 是開一些 實體的一個 感受的店舖 結果在2021年度 它虧損4億6千萬人民幣 在2022年度 它仍然是 1億2千2百多萬 2021年度 明顯是一個錯誤的投資 當時在COVID期間 有什麼理由 仍然投資在零售方面 這個看來 看到鄭志光的投資的眼光 是完全可以說 可以好大起功到逆死而行 好了 接著不用說 2021年度 投資發覺是嚴重的虧損 去到美國上市 包裝美國上市的計劃 也是觸招的 inspect計劃是觸招的 沒有辦法沽水回來 唯有佈蝕4億6千萬 好了2022年度 虧損 雖然已經馬上收僵了 但仍然是1億2千萬 JAN公司本身在2021年度 已經吃肉 蝕了5億8千萬 6億港幣 當時正在對100多港幣 100人民幣對100多港幣 港幣對80多人民幣 只是在這兩年期間 不僅6億元 現在成功在美國 包裝上市 結果是多少錢 雜資幾千萬美金 幾億元 就算那幾億元 全部資金回籠 都沒有辦法蓋回蝕了的數 可以這樣看 如果在美國上市之後 不能夠去完成一個實業 能夠招引到客戶 招引到turn over 基本上這是很失敗的投資 雖然能夠成功在美國上市 而看回Planetix 就是一個基因測試研究 是將基因和病理之間拉上關係的一個 在當時在COVID期間 是非常吃香的一個行業 現在基本上又去到一潭死水 所以股價由10元 跌到暴跌到現在4.6多 跌了超過一半 可以看到這兩家公司看到 鄭志剛都不是人才 如果是人才的話 但是他手撿到一個這麼多 手持著這麼大的資金 他放進去包裝進一個 必勝最赤手可業的行業 然後把他包裝上市 脫殼 賺錢 能力會很高 但他並不是點石成金 他所點的石 其實並不是成金 而只是他親身 是將自己的錢財 注入他的石頭裏 是勉強把石頭變成金 然後把他上市 理論上任何一個成功的金柱 都是用少少錢 變成大大的財富 縱使少少錢 可能50單裏面 他只有三單有機會成功 最後只有一單成功 但是一單就可以翻身 之前50單的投資 千史投資 都可以盡回 鄭志剛不是的 他的投資 看到他是真金白銀 是開大事 水喉 射進去 結果射進去之後 看上去好像很赤手可業 很成功的行業 例如Daly Code 或者Planetix 那樣 但結果 都是失敗收場 結果都是虧大錢 結果股價反映 不受市場的一個欣許 即是說 他無論在新世界的決定 或者無論國人投資 顯示鄭家純所說的得財兼備 他都不達標 得我就不知道 財 即是說財華 他一定不行 得會不會鄭家純認為 他退泰國 是控制輿論 明明自己錯的 明明自己有問題的 或者明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件 他利用自己的KOL 去把他瘋狂的包裝 包裝到 老闆們 一些上層的人士 是笑他幼稚的 即是說如果自己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就好像流亂熊那樣出來 出來我說什麼 都是社會上一定的說服力 大家要因為我說的 是思考的 但是鄭智光 他出不了任何一些 令到大家信服的東西 去到周杰倫演唱會 又是扔錢 包裝周杰倫上屎又失敗了 結果 是自己最多在演唱會唱一支歌 接著又出現他那群擦鞋子 在旁邊不斷擦鞋 或者在輿論 在媒體上 或者在網絡平台上不斷賺 一些可能看著他腦巴 看著他腦巴 即是唇官的眼中 實在太幼稚了 如果一個 一個在說 斷千億的企業的掌陀人 是幼稚到 是因為這些而覺得滿足 因為人家的一些 虛構的贊美就覺得滿足 這樣怎樣可以維持 自己的家族的財富呢 鄭家純 在訪談裏面說到新世界可能會進行分拆 當中有什麽業務 值得分拆的呢 這也是 新世界救自己的一個 債務的其中一個方法 其中說 在桂麗酒店做得不錯 桂麗酒店也可以 或者酒店業務 甚至乎之前的一個保險業務 好像是富通 好像是富通 都可以 是上市 分拆上市 這兩個 可能就是大家 跟著在新世界股價 是看一看他可不可以定下來 甚至乎 在這個 保險業務和酒店業務 分拆概念的一個 是炒作 但是這個某程度上 隱約了這個東西 鄭浙江 並不是現在新世界 新世界掌陀人 鄭家純就說 如果找不到一個 財德兼備適合的人 就算外聘都要 即是說 如果自己的子女 裡面 找不到 一個適合的一個 承傳自己家族 財富管理權的一個 接班人 他寧願請外人 都不會 強硬給自己人 但是當中 他讚揚過 桂麗酒店 桂麗酒店 就是鄭浙江的妹 是管理的 即是說 在鄭家純眼中 鄭浙江的妹 的表現可能 比哥哥鄭浙江還要好 這次的訪問 我留意到一點 新世界有機會 是為自己救亡 是為自己的債項 救亡 機會 簡單 就是分拆酒店業 和分拆保險業上市 第二 他想澄清 自己並不是 是上一次造成 新世界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 他說當時的決策 仍然有同宿做 第三 他就說 鄭浙江並不是 現在新世界的第三代的 一個掌陀人 掌陀人還未曾哀樂定 他仍然在留意 鄭浙江當然是其中一個candidate 看來鄭浙江的妹 也是一個很大的黑馬 如果兩個結果都做不到 是鄭家純認為的才德兼備 結果可能 新世界願意給外人 去做掌陀人 這個訪問基本上講了以上的訊息 看看鄭浙江會不會仍然這麼好大起功 仍然這麼喜歡接受拆鞋 會不會少了這些文章 會不會他願意放棄 這一種拆鞋開不了的蓋 願意放棄這種拆鞋的情況 接受拆鞋的情況 接下來跟大家講講台灣的選舉 台灣選舉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互鬧的鬧劇 如果身為台灣人不知道怎麼看 會不會因為這樣 對於藍白俠的信心減弱 第一個看到的是馬英九的管理 馬英九管理模式 或馬英九行政模式 都是差不多 我覺得他一直都是這樣的 雖然他會有一些idea 有一些策略戰略 但是他永遠就是策略戰略 沒有好好的做好出來 這次的藍白俠 他領功的 他要功的 是由他 去出一手 拉了國民黨和民眾黨在身邊 一起 願意簽署的六個 是藍白俠的聲明 當然 朱立倫也一定要領功 朱立倫不能選總統 某程度上他會攬著國民黨主席 霸著某一個地位和山頭 在藍白俠 兩個候選人 侯友宜和 柯文哲的旁有朱立倫 還有馬英九 在星期三的下午簽署一個 六點的聲明 六點聲明當中 其實擺明 柯文哲願意做副手 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公佈問題 還有 下台階問題 柯文哲好像很大方 在六點聲明裏面 讓這個 不差 讓不差 原來講明讓3% 不是政府三而出現6的情況 有人跟大家看一看 民調的結果 看到最初在星期六傳出來 就說爭吵究竟3% 是正負3還是正負1.5加上等於3 這個原來是不存在的 最初傳出來的爭拗 最後 就是說 在 扔上他的8至9個民調當中 結果大家協議 只把其中六個民調 拿來做這個基礎 在六個民調當中 國民黨覺得贏5比1 而 民眾黨 覺得拉平3比3 好了 因為這樣 結果 柯文哲傳出來的 柯文哲覺得 說不定數 是不公平 結果幾乎拉倒 藍白盒 結果在星期六到星期日 所有人出來 包括民眾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馬英九 或者朱立倫 都不夠膽拉倒藍白盒 仍然堅持藍白會合 最新是在昨晚朱立倫說 內心等到22日 即是等到星期三 星期三將會在最終決定 即是民眾黨和國民黨之間 有另一輪的磋商 大家的磋商會在星期三 作出最終決定 由星期六到星期三 兩個爭拗在哪裏呢 我們看看那六個 是已經被接受了民調 這六個民調 六個被接受民調 現在國民黨認為自己贏5比1 而民眾黨認為自己 是3比3沒有輸 當中在六點的聲明裏 柯文哲是讓 是讓民調的 是不差的 讓是讓3個百分點 即是政府1.5% 1.5% 總共是3 好了 究竟政府1.5% 總共是3 應該是把1.5加上去 還是3加上去呢 現在就是爭拗的地方 我們看看 原來我們總共看到 有六個 是民調的 民調當中 會流民調 如在一個適當時間 即是11月7日 到11月17日的民調裏面 原來柯侯和喉柯佩 分別得票是48.3 和46.1 就這樣看 柯侯是贏的 但因為它相差 只是百分之2.2 而這個五差本身是2.17 但是因為 柯侯是讓3個百分點 所以 是46.1 柯侯佩 加3% 就變了49.1 就變成贏了 柯侯佩的48.3 因為這樣 所以國民黨是贏的 但是 柯侯佩在這裡 不是這樣看 他認為不是3 是正負1.5 所以最多 就會讓1.5 所以 侯佩只能夠加 1.5 又是46.1 加成47.6 47.6仍然輸給48.3 的柯侯佩 所以民眾黨在這個民調上 就跟國民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柯侯佩是贏的 好了 接著聯合報和鏡電視 因為原來差距很小 柯侯佩和侯佑的差距 還有一個就是國民黨的內參 這三個民調的差距 都是少於1% 所以 不差就算是用柯侯佩的1.5 國民黨仍然是贏的 好了 至於另外兩個 柯侯佩認為自己贏的 分別是競爭力的排名 這個相差 是高達6% 6% 這個 是無論柯文哲或者侯佑 都覺得是柯文哲贏了 至於民眾黨的內部參考 原來相差 是有4.3% 因為超越了 3%的 是不差 所以 對於民眾黨來說 是覺得自己贏的 對於國民黨也覺得自己贏的 所以出現了5.1 和 是3比3 5比1和3比3的局面 就算3比3的局面 都是和局 都沒有說到 是柯文哲還是侯佑 誰贏的 很明顯 現在今天 到星期三 還有3日時間 讓他們談判 很明顯 柯文哲這次的扭計 是應該要換取 在新政府更大的 話事權 以及更大的 參與權 因為為什麼 在六點聲明裡面 我一看就覺得 為什麼柯文哲是輸了 除了 總統的正總統候選人 將會是全屆 做了總統的正總統 而副總統 將會幾乎是柯文哲做 如果是侯柯佩出選 侯友宜的國民黨 就會控制了國防外交和兩項關係 而柯文哲基本上是不能出聲 最多最多 他只是做一個監察角色 好了 另一方面 對於整個政府的 職位 內閣的職位分配 亦都出現一個對柯文哲很不利 尤其是對民眾黨非常反感的安排 這個安排就是利用 立法委員的數目 去做一個比例參考 誰贏得更加多的立法委員 誰可以分享更加多的席位 對於民眾黨來說 自然就希望越多的內閣職位 分配民眾黨的人員 民眾黨現在的黨領袖 或者現在的高層 可以分享到未來政府的一些權力 和一些部長 內閣職位的機會就會越高 因為現在是用立法委員 的數量去做定奪 而事實上 國民黨 在立法會的 無論是分區直選的立法院 或是立法院的不分區直選的排名 原來國民黨在領先 甚至在領先民進黨 雖然在領先 就是民主進步黨 所以民眾黨和民眾黨 我分不了兩個音 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的民眾黨 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 就是現在賴清德的民進黨 對我來說 可能大家聽下去 民進黨和民進黨 聽不到分別 我也說得不錯 所以你動得不聰明 所以說話就不太好 我發不了 好了 原來在立法委員 民眾黨 民進黨 民眾黨 即是柯文哲的民眾黨 原來在現在無論是分區直選 或者不分區直選方面 原來得票率是比較低的 即是說 無論如何 如果是用立法委員的直次 去按比例去參考內閣的成立 民眾黨分島的一個 席位會很少 因為他很明顯 立法委員在輸 這個情況之下 民眾黨的 黨內的壓力自然大 因為你這些 不是總統副總統的席位 不是你柯文哲的 是說話舌 這個是說 如果你 如果是獲勝的 如果聯合政府獲勝的話 到底民眾黨是分享到多少的內閣職位 也就是說 現在很明顯的 柯文哲 和後友誼 或者 民眾黨和國民黨之間的談判 在未來三天 似乎是談判跟著 未來權力分享當中的分享方法 包括是怎樣分享職位 甚至會不會總統的位置 是每人做一半時間 又或者會不會 分多一些 不跟這個 立法委員的一個數量 去做一個 決定的比例 分多少少職位 是比民眾黨的黨員 這個可能是的 以致是內閣職位 如果是的話 就應該可以 可能出現 猴柯佩 參選 好了 現在究竟猴柯佩是不是那麼重要呢 大家要看一看現在的發展 原來猴友誼 在過去兩個月的選戰裏面 大部分時間都是死尋尋的 但是突然間近來 這半個月或十天 突然間突飛猛進 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民調 都出現一個轉勢 就是 賴清德 賴清德的支持率 下跌 由35% 或34%到35% 跌到30%到33%之間 而 猴友誼 亦由25%到26% 升到28%到29% 猴友誼 和 賴清德的 差距縮窄 而另一方面 也看到柯文哲的支持度 下跌 即是說 似乎 如果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現在還有一個多兩個月的時間 才選舉 其實國民黨 是有能力追上來的 即是說 就算藍白俠 是出現狀況的話 國民黨仍然有信心 有機會 追上來 跟 賴清德一較高下 好了 究竟最終會如何發展 藍白俠似乎 亦是趨勢 對於柯文哲來說 如果現在沒有辦法 進入藍白俠 其實整個黨 包括 柯文哲自己都會輸 無論立法委員裏分的 席位 不會多 因為本身他支持度不多 參選也不多 再加上本身 這個就是 柯文哲在總統選舉當中 是處於下跌趨勢 這個下跌趨勢如果不停的話 有機會最終 就是 侯友誼對著 賴清德 而 是根本 柯文哲參與不參與 都可能影響不了大局 結果會怎樣呢 相信星期三 藍白俠仍然會出現 只不過現在 究竟 民眾黨 可以爭取多多少席位 好了 和大家聊聊 歡迎鏡頭面前1659位觀眾 436個like 多謝大家 先看看聊聊天 William Wong早晨 特朗普早晨 也看到特朗普你好 美美 早晨 Manycock早晨 Nam Sam 浪再叫 接著 Triden Zhang 早晨 如是分家 早在辭婆 時期分 當時他分家是未必的 因為他難分 不是用上市公司分 而是家族基金佔了 應該是周大福企業 佔了整個家族大部份的資產 所以分家是挺難的 大家就住家族企業佔的百分比 應該是比較清晰的 但問題是 現在上市的旗艦 生意 這才是他們現在的重點 另外William Wong早晨 大家早晨 好了 跳了大家早晨之後 去到William Wong說 潘生要多些休息 保持身體 辛苦就完全不辛苦 不過突然間好像 很快來快去 星期六的黃昏開始 不斷流鼻水 穿幾件衣服都流鼻水 接著有幾兩聲咳嗽 喉嚨有點痛 咳嗽不多 喉嚨痛多 接著星期日 突然間好像很轉作 不過星期日睡得很晚 不知醒 第一次出現不知醒 接著今天 聲音開始變了 但身體沒什麼 仍然很精神 BRE說潘生保重 最近 菌專攻肺 所以要小心 暫時未咳嗽 肺部未受感染 另外 KL說今天本身腥沙 今天好東西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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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了好東西 好了 另外June Leung 大家早晨 聲音要保重 另外Wendy V Jason 周末 周末 又想去吃地溝油 滴滴香 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這兩天我沒有想到 星期六就去了宵夜吃 星期日就在家 星期日就甚至晚上自己煮飯 Mandy Hong Kong 不過我們晚上就拿了早前買的一些 大閘蟹 拆肉、拆膏和三日式的雪藏包裝 包裝裏面有些 好像 魚肚的物體 不知道是甚麼 煮的 煮的鱈蟹 融了 煮的魚肚 魚肚的物體 融了 是滴滴後沒有了 有一群俄羅斯的蟹肉 再加上這群蟹的拆肉 和膏 昨天煮了蟹的 蟹 煮完之後 當然加了生粉 熱了一點 變成一個 好像一群 但是煮的途中 留意到俄羅斯的蟹腳是有肉的 不過肉是粗糙的 吃得出的 真的是蟹肉 然後煮的蟹就散了 一線線散了 而那些大閘蟹蟹肉 當中的浪糕和吉包 那些像魚肚的物體 煮一下都不見了 煮一下都溶了 熒了在那個煲裏 但是也頗好吃 但是也頗有蟹味 另外Hatman in Hong Kong 近來很多人感冒 整個地鐵很多人咳嗽 大家要小心 潘山湯也吃 多喝水 多吃多水果 我太太和小女兒 都堅持戴口罩 戴女兒和我 我沒有怎樣下口罩 但有時也戴 我就不戴 我有所公共交通 有所巴士 有所地鐵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惹得了 這次好像升得很快 跌得很快 槍槍今天又被Youtube打壓 因為講的鄭志剛 自然就會多一些聲音 看看鄭志剛自己的團隊 那群KOL團隊會否出來反擊他爸爸 看一看結果會如何 他這樣公佈 即是說家族重新有一個家族上的決定 就是第三代領導人 即是說鄭志剛是不被承認 現在再鬥過 鬥不了之後就會聘請外人 VNTV說是聲音瓦 流感 高號井是各地網友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Yam Sam 避聞潘神 有點感冒 或者不知道是感冒還是COVID 總之星期六大概5時多起 起得很快 突然覺得累 喉嚨痛 流鼻水 突然來很快 又發生感覺 流鼻水開始 很快 身體覺得很累 不想動 喉嚨痛 但仍然去了消息 因為家裡有一個消息的聚會 星期六早點睡 星期二十就睡得很快 超12點 中午之後才醒 但覺得痊癒了 不過聲音就不行 喉嚨也沒有痛 希望不要入肺 因為最近聽說感冒菌入肺 另外William Wong 早晨高好井 身體健康 HC Good day everyone 捉完潘先生身體不適 快退卻 回復健康 多謝你 另外Trident Young說 仗是不見了特總統的 我說YouTube整停了 不是 特朗普看到 最初一開始就看到他留言 Fanny Fanny說 早晨 今天我看到新聞報道 地鐵車廂男子入面開餐即食杯麵 說真的 據我們香港人很懂得自律 哪些應該做 哪些不應該做 應該會很清晰 基本上公共車廂不允許飲食 通常乘地鐵我會走到最後 或是走到前的車 或者是頭一是尾 我不喜歡跟人逼 如果有位置我會走過去坐下 如果我看到長者大老婆 長年紀的叔叔嬸嬸就會讓座 我乘地鐵比較喜歡 站在那裡很少坐位 不過我入地鐵很特別 我入地鐵經常打喉嚕 總之對我來說 空氣裡面應該是 好像現在沒有開槍 氧氣成份比較低的話 我就容易打喉嚕了 然後看到有人吃東西比較少見 如果六杯麵更加少見 麵包也比較少 另外Sanford 33說 H.J.GH.N.K. 早晨 你好 Sanford 33說 現在有了小紅書 很多年輕人會挑戰賊樓糧 所以現在地市上有很多奇怪的行為 而且地鐵火車上 雖然有一點不可以在車廂進食 全部都要自律 但我相信只有80歲前的香港人才會自律 另外Wennie V就是長沙灣瓊臨街地王 又怎在觀塘海濱呢 不是 我有兩個寫字 一個是在觀塘 我是不是說錯觀塘海濱 長沙灣瓊臨街地王 在長沙灣不是觀塘海濱 塞車也不是海濱 塞車是長沙灣 現在是塞得很厲害的海濱 另外特朗普娃哈昌張 上星期四中五回大陸兩天辦事 在羅湖經常買了大閘蟹回香港吃 價錢是香港的一半 買大閘蟹店的女老闆吸了卡片 如果大家再買大閘蟹 電話下單就可以上水收貨 加50元運費就可以 所以水貨客就送來上水 不過沒得選手了 大陸的大閘蟹很便宜 聽在國內其他地方的人說 大閘蟹的價錢很便宜 十幾二十元隻 在香港近處香港邊境 或者深圳賣四五十元隻 其實比大陸的市場都貴了一倍 所以有很多小販賣 美眉、William、Alba、Tina Chan、Chak Wong、YK洛禄、Servis 33、艾毛一隻威 各位大家早晨 你好 Fanny Fanny 感謝潘先生 不斷創造新的齊材 為網友搜羅一連串精彩的新聞資訊 有敏銳的觸覺、高度思考 與網友一起交流互動 使節目提升更加優質 更加加油 多謝Fanny Fanny 美眉的沙士早晨 另外特總統 小心吃東西 又說有毛鞋肉賣下來 毛鞋肉 即是狗肉 狗肉的反而是騙人 後來警方說 他根本不是想做trade 他吸引了人買這些香肉 是沒有交貨的 另外Midamong說 美眉 你好 女工是否身體健康 這是什麼字 你好 另外Servis 33 特朗普身體健康 李鑼文老闆收起來 買二、三、八隻 一隻 一隻那些大陸各省酒地大集蟹 你有沒有問老闆娘 收起來賣二、三百元一隻 一隻大陸的酒地大集蟹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價錢 我去到Oli 比較貴的市場 看到大集蟹最貴都是八百元一隻 而且買四送一 買三送一 給三個價錢有四隻 大概七五折 計算是八十八元乘三 除四 也算是六十六元一隻 也算是幾大隻 那裏就是Oli 有認證的一個 港名洋情戶 Amy Chan說 潘生各位網友早晨 足身體健康 不要讓流感偷襲成功 不過偷襲成功了我 另外天天娘說 或者猜米方式 治港和創業 如果說治港方式 我覺得好像去了轉角位 轉角位 現在究竟要做經濟發展 還是繼續說政治 國安掛稅 看來特首李家超 這次更加明顯 他有些罵 似乎他小器 很明顯 就是胸襟不夠廣闊 這次也頗準確 沉默波在APEX會議上 又和習近平 又和耶倫 又和泰國總理 又和新加坡總理 是很朋友的 有親密的表現 大家網友 自然拿出來曬一下 這次是政府發出來的影片 是事實 但李家超似乎不是那麼喜歡 李家超說 第一 要警惕有人挑撥離奸 即是說 他覺得有人挑撥他 和陳茂波 他覺得自己仍然是絕對領導 第二 他就說 現在軟對抗無日無知 他就不會被黑暴死灰復燃 我真的莫名其妙 你說軟對抗無日無知 什麼軟對抗到現在 我都看不清楚 摸不透 你是不是說 覺得政府做錯 我們根據政府做錯 拿出來討論就是軟對抗 這樣不算軟對抗 事實上這是事實 如果你說不是說這 你是說搞事 有些人在各個潛房的平台 是希望搞事 是希望黑暴死灰復燃 那我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你有哪一個例子 看到黑暴死灰復燃的趨勢 我自己就看不到 都沒有了 是不是 為什麼會說到 除了軟對抗之外 甚至會說黑暴死灰復燃 這個令人覺得詫異 李家超如果不太喜歡陳茂波 在APERC會議上有這麼好的成就 陳茂波都說了 他代表李家超去的 他也是代表李家超跟這群人打交道 就算是習主席坐在旁邊 都因為開會的時間 是還未正式開會 所以跟陳茂波談了四分鐘那麼久 對於李家超來說 可能這一個很硬眼的 因為他可能自己也沒有辦法這樣 可以閒談四分鐘 但另一方面去看 這個信息可能 就跟夏寶龍去接見太古集團 一樣道理 當然太古集團其實是三年 第一個就是會見了 拜見了夏寶龍 第二個就是本身 在香港把港島東中心的十二塊樓棉 賣給了這個證監會 第三就是在西安的太古里 奠基典禮 當地的太古里已經開工了 即是說太古也蠻懂得做的 在結完夏寶龍之後 無論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都有新聞公佈 而且不是見夏寶龍 而是實質上的一個交易 是一個turnover 可以見到夏寶龍似乎是想改 給他信息給香港大家族 就是在港資、英資和中資當中 中資雖然面對著資金的困難 但是也不一定要益港資 如果港資不聽話的話 我也可以益英資 英資一樣會聽話 譬如太古算是挺聽話的企業 會不會這樣去警惕 現在香港大家族要合作 要跟特區政府合作去發展 等著看 現在李家超在轉角時間 究竟我們要發展經濟 發展社會 還是繼續說國安 一天到一刻是國安 這究竟是什麼路市的鬥爭 再看看接下來的發展 現在看來李家超 因為他本身在保安事務上比較強 所以他很集中在保安事務工作 Wendy V說幾個場都叫K11 有什麼寓意呢? 洗運搖約人要詳細說地方 試過在銅鑼灣地鐵恆辛等 兩個小時原來有幾個地鐵站 車頭車尾都有恆辛的 這就是道理 K11 鄭志剛覺得自己成功的一個 是極成功的地方 所以叫K11 都是一些比較成功的項目 賺錢項目 譬如擎臨街地王未必叫K11 明顯一些不成功就不叫 即是他自己覺得是成功的地方 就叫K11 這個就是他很自我 即是他自己是凌駕於公眾 他不理公眾是調亂的K11的地方 無論是尖沙的K11 又或者是北國K11 有一個另外的商業大廈 又或者K11現在的廟師 或者K11現在的機場又有一個叫K11 雖然大家會容易混淆 但是對於鄭志剛來說 他完全不理大家的感受 好 SENV33 無霞肉不是今天才在大陸賣過來的 以前已經有了 香港海關 你以為香港人每天去買菜回來 原來是放麵 買菜回來 就是放麵 放麵 假熟雞 牛肉 豬肉 放在底拉車過關 只是站在關 那些關元 放不放你 不行 不行 原來你帶山肉 一些未熟的豬肉 牛肉 雞肉 是不行的 如果你說買菜 份量行不行 好像是可以的 不知道是否走私 或者不讓新鮮肉入口 是否很大量才行 大家回去買菜 每個手拉車都是這樣做 究竟海關是否可以充公 不讓山肉入口 不知道 另外 既然山的大大蟹入口 為何其他人不能入口 是否自用的數量就可以 另外 Hoyleunly說 若人最好是在哪個出口等 ABCD出口 那邊是哪個站 天天娘 富三代 自視過高 井底之蛙 坐井觀天 Selfie 33 地鐵客服最好 Hudsonn說 二世組 投資 開業務多數是糟糕 HIGH TECH就越蠻多 Panetics 是貼了一個 連D-D-Code也蠻多 Panetics 本來在當時 看不到輸的機會 但問題是 這些生意不是長做 是一些事效性 當時疫情非常香 這可以看到 鄭志光的投資眼光水平很低 另一方面 D-D-Code 這不關時興事 可不可以建立一個品牌 品牌上有不同的人去煮菜 它的特色很快掌握 而且可以做到很好的菜 是因為這樣 而衍生有食譜 有主食工具 有食材的貿易 這個可以是一個挺好的生意 但結果 D-D-Code 在2021和2022年 分別虧了4億6千萬 和2億2千萬 你可以看到1億2千萬 所以是1億2千萬 兩年不見5億8千萬 這不是隨便放錢 做start up 希望有一個斷倍的增長 這是真金白銀 擺進一個新的生意上 而且是足牙擺進去 結果是蝕蝕收場 可見到 鄭志光本身的投資目光 真是一般 另外就是 大家的網友 免費聽直播 要點讚、分享 看完廣告 支持中科繼續發聲 多謝你 鄭志光本身 WenD-V說 香港人說 擺拍 做社大會都可以變成KPI 現在擺拍已經到黑人真階段 不過香港政府又覺得 這是成功 看看它會不會有改變 另外WenD-V說 尖咀的K11玫瑰木 金鐘中順 外賣醜陋的外觀 內籠實用不實用呢 尖冰 不是尖凍 尖冰K11 商場廁所很漂亮 尤其是五樓 不過這個商場好像是過於暗 而且表面上真的很多擺設 好像很多藝術的氣氛 但始終是商場來的 雖然這樣是引人流 但是否成功呢 我真是問號 那裏的店舖的生意 我不見得很旺 另外SENV33 特朗普說 看完廣告再進來 前面的留言就看不到 另外TD Leung說 李嘉義公子 是UQ和EQ高很多 李嘉義公子 李嘉的是李嘉誠 還是李兆基呢 反而我覺得李兆基那兩公子 是比較尋口和內斂的 如果你說是李澤佳的EQ和UQ高 我真的有個問號 李澤佳其實也有一個錯誤的決定 譬如他拉回馬時亨去他身邊 馬時亨是林鄭時代比較通行的官員 在李家超時代他賣不到李家超新 但他仍然賣到林鄭月娥留下官員 包括陳茂波和黃偉倫的身 因為這班官員 也是林鄭時代官員 但是他拉馬時亨入局 似乎是一個錯誤 我看來是一個錯誤 Wendy V說玫瑰木酒店很土俗 玫瑰木酒店很高級 現在看來他家族認為玫瑰木酒店成功 成功不是在於裝不裝修 成功是在於他賞客和喊價 他可以喊到很高價錢 但仍然賺到客人 那一盤生意仍然賺到 是比同系的 或者比其他酒店 他可以賺得更加多 毛利更加高 是成功的 另外 Wayman Wong的聲音很不同 我聲音不同 原因是因為有感冒底 或者有COVID底 星期六大概五點多鐘開始發 星期日已經覺得沒事 現在身體沒事 不過聲音仍然是這樣的 天天娘叫他回家每月出糧 每月出糧是一定的 對於這些貴人 不用每月出糧 他應該不斷每日 喜歡用多少錢用多少錢 Fanny Fanny的溫馨提示 各位網友 每天一早起床要喝一杯暖水 臨睡前要喝一杯蜜糖水 鹽水浪口去殺菌 要不然還有一點 口腔山菲茲 我就會拿鹽放下去 山菲茲傷口那裡 然後第二天就會好起來 即是喇一喇 菲茲本身不是一個山 本身是一個傷口 在口裡的傷口 會形成菲茲的樣子 其實是傷口 即是盡快將傷口結焦和埋口 當然細菌會令到傷口持續著它爛 所以用鹽一喇 有機會殺細菌 極之神奇的 用鹽 極之很少告訴別人這個方法 我都用鹽水浪口 例如今早我用鹽水浪口 因為怕喉嚨痛 用鹽水壓住喉嚨發炎的情況 另外David Lowe 精進變身卓越天公 從私故技是沒有天理 對於私人企業來說 你是不能離開的 因為很簡單 一個私人企業 盤起半個小時 譬如去到飛揚 已經起到七七八八 八九九的階段 如果現在轉交易 對於發展商來說 是很大的打擊 為什麼呢 因為招標有標書 標書上面的數量估計 已經難得登天 變成如果轉一轉 分分鐘的項目 不見半年 甚至乎最誇張 如果拗叫的 一段年時間不見 用同一間公司 某程度上可以延續著盤數 延續著之前的投標價格 對於一個發展商來說 是比較穩定、穩妥的做法 但是對於如果發展商的項目 才剛剛開工 我反而覺得應該換 好了 現在由精進 變造 這個就是卓越天公 卓越天公 本身是精進的其中一個分判商 本身是精進系的公司 但現在政府就說 它已經轉了登記地址 在這個 也不同 所以會依然讓它轉 我個人認為 這一個是私人公司 都無可避免的了 無論精進 早前傳出來 是收購其他公司 或者借其他公司排好 或者現在用回自己公司排好 這兩個其實可以反映一點 就是私人企業 是不會願意隨便轉合約走的 因為如果你轉合約走 你怎樣跟它盤判呢 怎樣放過它呢 怎樣可以地盤順利交接 都是難的 好了 至於你說政府地盤才是重點 精進建築的政府地盤 將可能出現一個 一樣出現不能夠續排的情況 這個情況很可能在12月前就出現了 如果出現的時候 政府地盤就不會准你這樣轉名去繼續做 一定會收回地盤重新招標 就是說精進只能夠在私人企業方面做這個招式 工營企業 雖然它可以借排再投標 但是它做不做的機會呢 是仍然渺茫的 就是說我們能夠忍耐的私人公司 私人的項目 是它仍然出現 是繼續做工程 我們知道那個 有機會是精進公司就可以了 好了 對於工營企業 似乎它是這樣做 不探通的 另外就是 SENV33以後潘先生直播 大家只要發公仔就可以了 不用留言 潘先生不用感冒沙聲也要直播 而且直播很多留言都不能夠讀 潘先生也會舒服一點 另外就是Wendy葉說 潘先生保重身體 流感季節 多謝你 知道的 你的眉眉天地不好 多人感冒 各位小心 不妨戴多些口罩 涼潤就不要太悶 戴口罩始終身體會好些 過去幾年戴口罩 都是享受到不會感冒 不會病的 真的很好 SENV33 Mand in Hong Kong 口罩質量不好 不過它隔了一層 就不會直接被飛沫傳播到 口罩其實不一定要過濾率很高 當作飛沫已經很足夠了 另外Mand in Hong Kong 就是我未停過 口罩都一樣感冒流鼻水 都是口罩質量問題 另外Mand in Hong Kong 口罩質量不好 另外就是流感季節用鹽水浪口 和鹽水噴鼻是大幫助的 另外SENV33 在外吃飯也會中招 因為要脫口罩 要脫口罩 另外Mand in Hong Kong 就說煲農利葉 煲農利葉 煲農利葉和皮靶葉 煲農利葉和皮靶葉 南北漢漢果雪梨水 可以讓大家滋潤和減低感冒襲擊 煲農利葉說 煲農利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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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維他命 知道不遵命 另外SENV33 就是牛黄打鬥片防身 放糖食 我是有吃牛黄打鬥片 星期六有吃到牛黄打鬥片四顆 可能就是牛黄打鬥片幫助我未定牙 另外KRO說 黑療痰喉嚨 喉嚨痛 有舒緩 雙風感冒引起症狀 我沒有黑療痰 我沒有不舒服都會喝來潤喉 另外潘生的才能已經在特首所官員之上 我始終很多東西都給不上他們 另外SENV33用大閘蟹煲粥是正的 用蟹煲粥本身很正的 用大閘蟹更加 LoonLoon14682 大哥新世界算不算 富不過三代 看來他的家族本身 鄭月彤的設計 不只是在賞股企業上 重點是放在周大福企業家族基金上 某程度上 就算賞股公司 兵敗如山倒 他的家族仍然是口底細 在周大福企業不賞股家族上 另外Wendy V說 蛋餅與叉燒 蛋餅更加差 蛋餅更差 口更臭 蛋餅更加強 蛋餅當然 他現在是上不到位 未上到特首位置 他要更上一層樓 他必須要走他自己最熟悉的路 在國安或政治方面加強 他做到的是加強軟氣 但有時掌握不到國際形勢 譬如在美國和中國 擺明要和 搞緩和氣氛的時候 他走去說美國是黑社會 不得好死 這個很明顯看到他的智囊 跟社會脫節 另外有頭部Waha說 超人金句 一塊倒閉的店舖說好生意 早前落區對著大媽說好精神 在小店對市民說街坊好 算好香港 如果再管理得不好 改善不了民生經濟 也不能連任的金句 很無奈很失望 很無奈很無奈 CV33就是各位網友 不要看小現在感冒 以前我們因飲政府馬尿 馬上搞定 現在那式感冒 是會走到耳 走進肺和走進腎裡面 我的朋友在這種情況下 去泰國長住要洗腎 泰國請工人給我便宜 好了大家真的小心 感冒菌如果進了腦 進了腎臟或器官 可以引起很嚴重的效果 另外Wendy V 日黑夜黑社會 三更半夜才黑暴 香港怎麼復原呢 如果仍然想著黑暴 想著這樣可以令自己的形勢保持 那就不是為香港好 另外William Wong 早晨道德時不思理好 另外雷鋒宇說 司拉走法律娜 在上面街市幫你用水滾 是當成熟肉 不過大隻蟹都可以生 一定的數量 即食用的數量都可以讓你入口 為何生肉不可以入口 如果一定的數量 那就不算走私 John Wick說 近兩三年 我反而個人身體好轉了很多 吃了維他命補充劑 ABCDE之後 就算中了什麼感冒菌 也好 一兩天就會好 病徵也沒有那麼嚴重 CV33 AB 身體健康 比加超不想今天就退休 比加超是迷 我想他想多連飲 Wendy V說 上呼吸感染 含淡烈酒 浪一下口 吉利菇嚕之後 吞下去就沒事了 烈酒也可以殺菌 Mongoose賣蛋餅 最怕社會 另外John Wick說 老實說 本身個人缺乏某種維他命 本身抵抗力差 當然感冒容易上肺上腦 Sandvich說 我問問外資肌摩人 是不是喝烈酒可以 我相信北方人都喜歡喝烈酒 是殺菌的 或者是保暖的 因為在月凍的地方 當你身體覺得冷的時候 喝一口酒 含一含 從頭下吞到肚 你會覺得暖流是經過的 好了 今天說到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 鏡頭面前有1779位觀眾 有647個讚 歡迎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天九點鐘和大家見面 希望明天的聲音都好 拜拜